我是说你这中心点都还蛮平均的 正常来标准是五十五十嘛 你这个的话都是四十九五十差不多 对对对 那你这二十五二十五二十四 应该是二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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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平均的 对不对你知道吗 那你现在这样看起来的话 左脚是没差多少 二十四点几二十五 是差不多 但是右脚差的比较多 右脚上面是二十一 下面是二十七 等于是说你的重量都在后面了 前面都是比较轻 对那你现在的话 这一边是会有一些肌眼 你自己有感觉到吗 对对对 所以它会显示出来 那脚趾头没怎么出来 这边还好 这边脚趾头是没怎么出来 没出来是好还是不好 是受力点不好 正常是几个脚趾头都会出来 我给你看正常的 她们 Oz Basic 对对对人 标准的脚 对对 像你这样的年龄的话是可以穿一下 因为穿一下的话 它就让你的脚走得更稳 而且身体的平均会更好压力 不容易摔跤跌倒 对对对 你这是预防啦 其实按照你的脚型是还不错啦 像你这样的年龄来说 你今年应该还蛮年轻五十几岁吧 秘密 秘密啊对对对 对啊 那所以的话你是可以预防去保健 预防医学你知道吗 我要怎么样保健呢 预防的话你就是说配合我们的鞋垫去穿 你可以配可以不配没有关系 依照你目前来看是没什么状况 但是不知道以后这人很难去讲 对不对 对你现在就可以去保护你的脚 让你的脊椎继续维持这样的平衡值 所以的话你就可以去穿 如果你不怕就觉得说我这样就OK了 也没有关系 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 我的这个地方 表示是我重心的地方吗 不是 这个地方重心是在这里 重心颜色 颜色越深 你看这里的有颜色吗 红是最深 然后黄一点 然后再额黄 然后再绿 再蓝 这样子 对颜色越深代表你 这一块是鸡眼看得出来 如果是说这个黄色在这里的话 代表你的受力点是在后面 是不一样的 后面的话你轻轻一压 它就倒了 我拿一双鞋子尺寸符合您的size的给你试一下 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我看到这边是比较很厚嘛 对不对 这边 所以是表示 不是这样 它两边都是很绿 你看很绿 代表它受力点很平均 是是 这个是我们的足弓 是是 足弓就像这样有点凹 是是 对对对 你可以感觉出来 啊 了解了解 我也注意到这边 它是比较大块的面积 我这边好像只到这里 这边就没有了 是不是表示我的重心放在这里 这后面没有了 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这样讲 那是什么意思呢 它这边的宽度的话 是每个人有大有小 有些是宽脚 有些是脚比较长 比较细 对我是说绿色的 绿色的这块是分布图 对对对 它的压力 但是你这块是有点稀掉了 稀掉的话代表你这边的话 受力量都往后面了 是 对 这边也是一样啊 我表示我的 这一块是鸡眼 比较就是硬的那些 我的意思是说这里是 受力比较大 对对对对 这边受力比较少嘛 这边受力比较大 应该是 这边受力比较小 受力的范围 因为这边的绿色比较多 但是你这边只是在这一块 哦 这样 对对 是是是 你可以看得到啊 这个是25.66% 这个是24.88% 那这边是什么意思呢 哦 这个是重心的一个总平均值啦 这个一般医生会看的比较多 我们是看这一块就可以了 嗯 你可以告诉我这个是什么意思吗 啊 这个是你颜色 每个受力点的颜色去 去这样看 一般越 越绿色是越好 但是越红色是越差 但是你红色都没有嘛 你看 嗯哼 对不对 啊一般都是绿色到蓝色比较多一点 对不对 嗯 你看到 嗯 了解 对 好的好的 谢谢你 不客气不客气 所以看起来我还蛮蛮正常的了 对 你这样看是 继续保持下去 就是你现在因为你瘦麻身材保持不错 一直 如果是说比较胖的那一种啊 嗯哼 那就继续就就很难去维持了 是是是 谢谢你